另外看到用音乐美食啤酒正式打开暑假 OBC后币错夏日派对音乐啤酒节 在这个假日是一连两天 在花莲江军府1936园区登场 而市长为家宴下午是特别出席与民众同欢 并表示非常乐见花莲的年轻人口汇聚能量 为地方开创更丰富多元的特色与魅力 未来花莲市会持续支持青年的青创产业 以及各项活动 也欢迎市民朋友一同共享盛举 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假日 由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在全新打造的江军府园区 举办欢乐的夏日派对音乐啤酒节 我们是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那这一届是就是标筑的第三届的啤酒节派对 我们特地选在江军府的这个地点 然后来举办 那也特地选在呢就是暑假的第一周 让家长们呢都可以带着小孩一起过来 吃吃喝喝有现场有摊商 然后还有些周边商品大家可以来逛逛 那同时我们的这个活动也希望能够活络 就是花莲在地的商家 然后也活络江军府这样的一个美好很棒的一个地点 那欢迎大家来玩哦 花莲市长魏佳燕还有许多位的县议员 以及市民代表乡民代表都到场感受青春的热力 今天到我们江军府后那我们青年事务公共协会 办理一个后必错的一个啤酒节的一个音乐派对 那吸引了非常多的人 那其实也希望说我们凝聚我们所有青年的一个力量 那跟一些调酒师跟一些音乐DJ等等 那也希望说在前两个月的一个地震的一个状况 大家可以出来走一走那散散心 那今天看到非常许久不见的一些好朋友老朋友 那其实他们都是在花莲市创业的很好的朋友 那也刚刚也跟他们也鼓励 那也希望说花莲能够恢复到我们地震之前的一个升级 那在此祝福今天所有的店家 然后祝生意兴隆 那也希望说在下半年度我们持续的让花莲更好 让花莲恢复原本的一个状况 OBC后避处夏日派对音乐品酒节迈入第三届 汇集尽量啤酒、调酒演台、美食摊位还有餐桌派对 更邀请到多组知名的乐团现场演奏 让民众可以跟着音乐节奏一起享受微醺的氛围 这里会幻视报道